妈 这半年他每天都在打我 你要是再不把他要的东西送过来 他就要杀了我 鬼屏 那个报告把钱都给你 你不要出去去找那个男人了 闪开我不要 你就听妈妈这一次吧 你个疯女 怪我爸不要你跟你离关 他自己不能不幸福 他就不要我自己不怕 他和你在一起就是为了钱呀 他就是一个不学无数的骗子 你闭嘴你都在夫人家里的 都算你留不住爸爸的心 看我从小出生在一个不完整的家庭 直到雨哥出现 他会亲自给我主张 让我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 以后我就算是陪他吃汤燕菜 能在一起吃买粥我也要嫁给他 我这么多年拼命努力工作 不就是为了给你最好的生活 让你过得幸福吗 我要的是跟雨哥的爱情是自由 从今天开始我给你放水不离关系 不要 不要我菲菲 你要是再阻止我跟雨哥同学 我就死给你看 请我不要伤害自己啊 你还相信 没有你这样的事 从今以后我的事情与你无关 好好好菲菲你等着妈妈想妈妈救你 妈妈想妈妈救你 我抱紧了 对对对对 对抱紧 抱紧 你抱紧是想让他现在就死票杀了我吗 我怎么会有你这种不顾女儿死活的妈 疼啊 快点和他救我 妈 不要 不要伤害我女儿 不要伤害我女儿 我 过去找人说我已经拿到手了 我马上到 马上到 妈妈 啊啊啊啊 我的女儿 哎 对 Ricord ete 对不起 妈妈继续去求你 你要那里受伤个 他们死 他不是 我老公 怎么会舍得伤害我呢 我们早就设计好了这一场车祸 谁都知了 你女儿是你的蜜根子 只要他受到那点危险 你就会毫不犹豫的来救他 所以我们特意演了这么一出戏 让你拿着公司股权转让合同来救我 可你怎么都想不到 我早就在你的车上动了手 刹车失灵了 我真的是蠢啊 我怎么会吃 我 你情侣是要运说对你 我的财产以后都是 我等不及了 我受够了你的管固 哎呀 我的财产以后都是 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跟雨柯的 这车 怎么都没有把你撞死呢 菲菲 我们故意害她瘫痪的这件事 她可全不值得了 你说万一 水柯哥 那怎么办 我肚子里还怀着我们 我们尽管不能出去 死人 是不会说话的 赶紧动手 娘 娘不要娘 老婆 她现在已经是个瘫子了 你现在弄死她 不会是她的 如果你要是不敢的话 这个罪责 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你照顾好我们的孩子 告诉她爸爸爱她 不行雨柯 没有你我也不活了 走 她毕竟是我妈 来不及了 再给我们害她的事 把你暴露了 不行我们吧 肚子里的孩子也抱不住了 我爱你 让你动手 飞飞 我爱你 就让我 一个人来承担 为了我的孩子 你去死吧 当初离婚 为了拿到女儿的抚养权 我宁愿净身出户 我拨出命的工作 就是为了让她享受公主般的优渥收 我宁愿 没想到 她竟然联合那个渣男 谋我钱财 害我瘫痪 更是要了我的命 你又是我宁愿 赶赶千千次啊 我宁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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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 从今天开始 我给你冠军母女关键 难道 我重生了 我不让你 爸爸也不要 都是你活蛋 向你之用 就应该不动中了 既然老天爷让我重活一世 我就不会再重蹈覆辙 快亲啊老女人 闭嘴把你的东西 我最后确认一次 她和你在一起 是为了我们加不钱的 林飞飞 你没了钱 她不会多看你一眼 拿着你的钱赶紧走 你觉得她爱的是我这个人 你自己已经吹了 她什么都吹了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确定要为了和那个男人在一起 宁愿和我断绝母女关键 我确认 我才不要你这病态控制于妈妈 好 我切 确认 去追求你的爱情 有你所愿 从今以后 你没有骂的 谁稀罕 我有我爸爸就够 啊 总有七夜我比三年更浓郁 此别一位停息 总裁 我们集团开发的汤城府 是全场最顶级的豪宅 您真的要将这套房产 顾护到林飞飞小姐 一个人的名下吗 如果再被那个性情的给拿走 该怎么办 之前我为了她 开发了这套汤城府地产 本想着慢慢 将集团的产业交给她 其中这套房产 本就许诺 在十八岁生日之际 送给她 可是 那是现在 她已经失去拥有这些东西的资格 立刻停掉她的资产 冻结她所有的银行卡 在这套房产 转移到我一个人的影响 是 上年时 我宣布总裁身份后 并激起了我们的恶念 至于是 哪让我一无死之 我倒是要看看 失去我给你的一切后 你所谓的真爱 还会不会拿你当回事 我觉得 是 你怎么这么臭啊 我 我 快快快快快快 走走走 啊 书雷啊 都带什么好东西 宝贝 都带什么好东西 我跟那个女人已经彻底 关节的母女关系 对之后就没有人可以指 我们在一起了 你 这个蠢货 和他妈当局关系 这以后一分钱的闹 那不是大妈的财务 鱼哥 我们马上就可以结婚了 难道你不开心吗 啊 当然开心啊 我做梦都要和你结婚的 可是我们现在连婚房都没有 这一个月的房租 我们也没钱交了 这 可我出来也没有带钱 鱼哥 谁要可以跟你在一起 就算睡地下室我也愿意 得想个办法再骗了点钱 我 贝贝 你放心 我一定努力挣钱 让你住上大房子 我明天一走啊 就去应聘高空玻璃听人工 去高空擦玻璃 不行不行 这太危险了 万一摔下来怎么办 只要能让你住上大房子 我死也知道 鱼哥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 其实我在市中心呢 有一套大别墅 房产证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们可以直接搬你去住的 你说什么 我说 我在市中心的汤城府上 有一道独动的大别墅 哇 汤城府啊 那可就全是最豪华的地段了 我们打仗十年工 都不一定买得起 里面一块地堡转 还是你小子能 掉下来一个凤凰 哎 秦云 什么时候让你朋友带我们 这块地堡转 你看看你的大别墅 看看眼睛啊 是啊 嗯 真是 菲菲啊 我们这些人去你们家 是不是不太好 那是我的房子 也就是我们的家 鱼哥 你明天直接搬进来住 啊 来来来来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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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在鱼哥跟他朋友来之前 想办法把这老女人给赶出去 我得炸的 我是飞飞啊 快开门妈妈 妈 我错了 其实那个困难 她对我一点也有孤乎 沙英师 你就是装作这么一副 可怜的样子 菲菲 猫 心里她不想工作 我们没钱 只能住在火房子里面 那里面又有蟑螂又有老鼠 前几天还下雨了 屋子里都漏水了 又冷又潮湿的 我前几天发生了 还没有前去看一天生 我都不亏了 我的女儿从小锦衣浴室 那是这种苦 哪能受这种苦呢 搬回来住吧 妈妈现在就把这套房产 转移到你一个人名下 菲菲 你怎么不信 菲菲 臭小子 敢欺負我女儿 你赶紧都放这 你没事吧 都怪这个疯女人她这样敢打你 我现在就把她赶出去 貴妃 不要再和這個人臉吃了 包括不會害你的 你看你看這狗狐狗狗 你們不合適你煩不煩 看你就是想害我跟你一樣不 他是我的子生志 他們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到我自己 你很嫉妒是嗎 啊呦 沈阿姨我和菲菲是知名相愛的 我發過誓要拼了命的對他好 又成全我 哎呀你跟這種惡毒的女人有什麼好解釋 這是我的房子你管出去滾 哎繼續玩 啊 這人已經斷絕了母女關係 這就不是你的家 菲菲 除非你現在答應我 跟那個男人斷絕關係 我就繼續讓你這個女人 我就知道你這個風女人沒人好心 我幸福你嫉妒是吧 啊 你他媽趕緊從房子裡給我過出來 啊 下來了嗎 菲菲 你家這樣的粥這麼大這麼豪華的邊書啊 我們家菲菲啊 那可是小豪華的 當然得出這麼大的風暴 想不到我有生之年 還真能進康城湖看看裡面找什麼呀 真是太棒了 那個老女人還沒有被我趕走 這麼進去 肯定會被她封出來的 那趕緊開門 帶我們參觀參觀啊 那人幹什麼 這是不是你家呀 如果要召開門 就能去哪兒 那家呢 能去哪兒啊 是 就是我家 我現在就去開門 你那95年 你在哪 我不不不不 你不不不不不 我呐 我觉得会忘记 你都不一定 人家 我建议这是我的房子 请你们 立刻出去 菲菲这不是你家吗 郑母兄的老女人在你家干什么 啊哈哈 沈阿姨好 秦宇叫他阿姨 但这个女人又老又丑的 哎估计呀就是菲菲家的保姆 我在那儿的 保姆现在都敢跳自己是主人了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看这个臭保姆就是没见过老子的拳头 才该这么喝 我现在请教训他 哎你们误会了 这位啊是菲菲的妈妈 哼是阿姨是我们打扰了 不好意思 真是哪还不快走 那我们就先走吧 我才没有这么老又这么丑的妈 你妈早就死了 你坐你别怕 这个房子是我的房产正上写的是我的名 他没资格赶紧走 看清楚 这套房子归我一人所有 林菲菲 房产镇上只有我沈君女一个人的名字 既然你和我断绝母女关系 这儿 就不是你家 我我陪我 我去房产这个地方 我去房产障上 真没有林菲菲吗 不是启雨 你那你我们带老子打别人好家家玩 等我们玩呢 这 这不可能 这套房子是我爸给我买 这就是我的帮子 这一定是假 是你伪造的假证 只能在骗你们 林菲菲 这一切都是你想要的钱 就算你撕了房产证 这房子也是我的 别忘了 这座房子是谁花钱买的 当然是我爸给我买的 林建辉整天无所事事 都没有工作 他哪来给你钱买这套房子 是我爸卖钱卖事惯了 还在我爸背后说他坏话上 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我爸 让他把你这种坏钱 从这里赶出去 喂爸 这个坏女一直在霸占着我家 前世林建辉故意说 这套房子是他就一辈子积蓄来 就是为了装可怜 骗我给你的钱 这一句谎言 就能让你对他感恩待遇 可我呢 十八年来尽心照顾 却变成你最恨的仇人 幸好我已经叫董艺术 保存好了这套房子的购买凭证 好啊 就算你让他过来 这套房子也是我买的 还没花一分钱 你看他来改任 我说天底下哪有你这样当妈的 满布江里 还想霸占自己女儿房子住 沈阿姨 我知道您啊 一时之间接受不了我和菲菲的恋爱事实 但您也不能为了逼我和菲菲分手 强占房子啊 还将自己的亲生女儿 从家中赶走 她就是个毒部 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 现在还要霸占我爸给我的房子 菲菲 我不想因为自己的关系 破坏你们母女人的感情 如果有错的话 就让我一个人来承担 秦玉 你的演技真是绝妙 把她哄骗的团团转 甚至连我这个亲妈都不认 沈阿姨 您误会了 看来 我是时候该放手了 我们走 你赶紧别走 你要是不要我 我都不活了 你赶紧别走 封门人 你是想逼死自己亲门吗 老公我回来了 你最近怎么喜欢打腰子 我马上给你说好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慧哥 我就说你刚才怎么这么棒脸 不浪嫌 你但 JAY 你看给我吧 你看自己没魅力 就别怪自己的男人变姓了 臭娘们 打扰老子性是吧 我打死 這麼久沒見 你怎麼還是這麼一副吐了巴基的醜樣子 怪不得當年我輝哥看見你就是女性 你們來我家做什麼 聽說有個賤女騎伯女 我當然是來我寶貝女家 給他找回公道了 爸這個瘋女人一心想要霸佔我的別墅 你可要替我出吃口的氣啊 我告訴你們啊 我林建輝就這麼一個寶貝女 誰要是敢欺負他我就弄死他 爸他還拿這種假的廣場罪名來騙人 說你給我買的別墅 是他一個人 想要把我從這裡趕出去 只顧自己想了 連青山女兒的死活都不管 太可惡 你這老媽子比我還要前受啊 林建輝 你花幾個億給你女兒買大別墅 委屈老娘跟你住50多平米的老房子 菲菲 男孩是你爸對你好啊 他這一生的积蓄都花你身上 當然啦 要是沒有我爸 我早就餓死在路邊了 菲菲菲 這麼多年我辛苦把你拉捨大 你的所有直穿用度用的都是最好的 你怎麼能說出這麼喪流心的話 我爸我爸都說了 這些年你給我花的錢 都是他給的 這套房子 也是他給我買 你爸佔我的房子 現在到來質問我 你的房子 這個房子 是我起早貪黑工作 為了業務 喝酒喝到未出血 辛辛苦苦陣 跟你有什麼關係 你放屁 這房子是我買給我女兒的 這房子是我買的嗎 這房子就是我買給我女兒的 你存心想拆散沒父女倆是吧 林建輝 既然你口口聲真說這套房子是你買的 那我叫地產嘟嘟的人 看看他們 認不認得我 你拿這些假證明來下腹水 你倒是打 我要你立刻在地產公司的 來湯城 別送 辛福到死 這套 到了 別以為你舔這個老臉就能霸佔我老公的別墅 實相的話就趕緊給我滾出去 別逼老娘在這把你撕了 我不管 這個房子是你花錢買的 我必須要住進來 蔣阿姨 你也是菲菲的媽媽 我們一家人住在這兒 當然是理所平當的哦 菲菲是吧對 莉莎媽媽 你跟爸爸和我都是一家人 這就是我們的家 壞女人 你不要再想破壞我幸福的家庭和美好的愛情了 你趕緊給我滾 林菲菲 我為了你費盡心機打拼到現在 買下這套房子給你住 現在你反 你反而為了當初為了幾萬塊錢拋棄你的爸 和這個妻母 當成最親的人 到最後 我成了你最恨的仇人 沈阿姨 事到如今你還在欺騙菲菲 他連他最愛吃的路邊湯都不敢吃了 跟我說呀 叔叔和阿姨 才是最疼愛菲菲的家人 我相信菲菲啊 一定有明面是非的能力 沒錯 我早就受夠了你的控制 你已經不是我媽了 人家一家三口啊 就應該住進這個大別墅 我看 就是存心破壞菲菲的家庭呢 我看 現在就應該把這個騙子扔出去 你不會把這個騙子扔出去 各位 madı 我一定是有一個人給我闊 如果你不願意 是我們就過了 不是有一個派 嗎 沒有 你不要不願意 你直接過來我給你給我滾 快點滾吧 滾 他奈在我們家幹什麼呀 這是個不要臉的臭婊子 你要是再不滾出去 信不信老娘今天讓你 啊 李小李小 18年前你欠我這巴掌 你不要還給 這道氣吧 王末竟然還愚蠢對這個女兒抱有一絲期待 覺得他是受人矇騙 既然如此 我不會再有一絲心軟 你敢打我 讓今天我非要畫完你的臉 都給我住手 你這個賤人 閉嘴吧 我們白天到晚上 他已經受盡了你們羞辱 莫公 這個賤人竟然讓別人打我 竟然打老子的女人 我今天必須教訓教育你們這麼小砸碎 我來啊 不 賤人跟你這打死你老爸我呀 你們竟然在我家打我飯嗎 我要你們現在跪下來做都給他們照鏡 我說過 這已經不是你 這就是我爸給我買的房子 你要是再胡說八道 我就讓我小區的保安把你拖出去餵狗 林菲菲小姐 我是聖軍集團的總裁住 整個倉城府 都是由我公司開發銷售 我今天來就是要告訴你 這套房子到底是誰的 這又是誰啊 我都說了 這套房子是我爸給我買的 一個聖軍集團的總裁 一個聖軍集團的總裁助理 一個地產中心的經理 你們又來我家搞什麼要餓子啊 這套別墅 是沈小姐 於2021年5月1號付全款 五個一買的 你們都給我聽清楚 這是購房合同的付款記錄 這不可能 他一個賠走的 怎麼可能買得起這麼大的別墅 爸 你不是說是你買的嗎 你快說啊 說話 說話 說 肯定是這個女人騙你的 剛剛 房展示 他都是假的 合同肯定也是假的 是真是假 地產經理一看便知 老公 這房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我有多少錢 你也不知道啊 咱倆這些年能吃飽飯 卻個罪非求情 身上掏不出一個字 拿來都不可以 這上面 有房產局的印章 此證真實有效 無需置疑 所以 這套房子 是沈君小姐的私人住宅 如果我要追究的話 他們會是什麼後果 你們幾個 擅闯民宅 非法入侵 沈君宜小姐的住宅 甚至 公然詆毀 毆打這個房子的主人 沈君宜小姐一旦想要追究 在場所有人難逃罪責 我不會的 你快點 但是我不會是 任何人 好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你還好 把你離開 你你還缺女兒嗎 我不建議叫您媽媽的 我好心在你們的眼前 你還罵我 我這樣死定 犯見的是你們 兩個窮爛鬼吃一排的東西 以後給老子公安點 對對對 傻眼今天的事啊 跟我倆一點關係都沒有 都是這個秦玉和林菲菲騙我們的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你們給沈君一小姐道歉 對不起對不起 我憑什麼道歉 這個女人一定是在外面 磅大礦當二奶 才能買得起這樣 我不可能像你低頭 菲菲你說的沒錯 你看他那所有 這男的肯定是在地上 起人太深 要不要現在報警 啊啊沈阿姨 菲菲啊是您的親生女兒 您就放過網吧 這件事 這件事以民視案中最多給他們一個教訓 反而重掌林菲菲 對他的同情 好戲才剛剛開始 半年後 那個男人蓄意 被磨殺我的車步 才是他被神之以法 最後的時機 林菲菲 你剛才不是口口聲聲 要我下跪嗎 想何解 現在給我下跪道歉 想讓我下跪 做夢 做夢 新婶大 我這輩子 死了都不會做你的女兒 全都給我扔出去 以後 不准踏進我別墅半步 若再騷擾 報警處理 今天沒有報警 是我對你最後一次容忍 我們母女最後一次情分 已被你小好待機 好此為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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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您的身份還未公之於眾 萬一他們要知道嗎 以小姐的脾氣 恐怕不會善罷甘休的 現在我收回了所有的一切 他確實不會善罷甘休的 前一世 林菲菲為了和我要錢 不擇手段跑去公司持刀鬧事 讓我和公司都被推上瘋狼狼尖 損失才中 這次我一定要做好萬全準備 我二十三半身 他在喘喘了 他咱要廢 都沒有一個說法 就是要廢 今日盛君集團總裁沈君一之女持刀商人 陷入輿論風波股票一路大跌 股東紛紛撤資 員工聽說也都要走了 我大跌 這個事情 公司還有機會的 你們給公司一起機會吧 給公司一起機會哦 立刻怕不通知 明天公司所有员工 不能进入集团大楼 再多加一些保镖 天气所 明天不能有任何人受伤 是 等飞飞 明天没了关注 就看你表演给谁看 你哥不要生气了吗 哥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别墅是那见女人买的都是我爸骗我的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知不知道 你让我在朋友面前永远都抬比头了 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钱都给你 我现在就跟你往女前面抽一万块钱 好不好 啊哈哈 这才是我的好飞飞吗 是不是 那你再给我转十万块钱在那里花钱 我好像生日没了 哥 对我也太后 我现在就把那个老铁人卡里面的钱都转给你 金负失败 金负失败 这 这卡里明明有五十万啊 金负失败 你妈不是给了你很多人的卡吗 你再试试 你再试试 金负失败 她把我所有的卡都停了 这个老女人 不仅把我在房产证上所有的名字画的 还把别人数转移到自己的名下 现在把我所有的卡都停了 你还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妈 这以后我们可怎么生活 我看 她就没把你当亲生女儿来看 哦对了 你妈是做什么的 竟然能让那么多人 给她出面做账 嗨 不就是个小职员吗 天天替盛军集团赔酒应酬的交际表 能有什么能耐 盛军集团 他在里面上班 原来他们是一伙的 我真的误会我爸了 一定是和那些人合谋起来 狼狼民间 躲了咱们家的别墅 菲菲啊 也就是我替你着想 你可不能再这么傻 别墅呀 是咱们自己家的东西 你得躲回来 我现在就打电话给我爸 对 打电话 什么 王子是沈俊怡那个贱人和小白脸一起骗走的 他妈的 敢在老子面前包饭花肠子 明天咱父女两一起去的公司 必须把大别墅给要回来 无了 哈哈 这么快就这样 哎 给钱给钱给钱 给钱 太太快了 人家被逼了 哥 咱俩明天跟我爸一起去他们公司 揭露那个小白脸和那个臭婊子干的那些事情 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没有脸 有没有脸扮着我的别墅 菲菲啊 这是你们家的家事 我不好插手 有时候我陪你去啊 我就放心了 但是 万一他不给 他要是不给的话 我就用这个 我把他给了 让他把别墅 吐出来 建许人 关我别墅 还我房子 建许人 出来 关我别墅 关我房子 关我别墅 建许人 出来 别冲我房子 你是你的女人 你是你的女人 联合公司的助理 偷送了我的财产 还转移了我的别墅 我会还给我 还我房子 都是唯物则刚 我为了他能过上最富足的生活 用了半条命打拼到如今女首富的地位 可他却口口声声咒骂我 盼着我去死 或许是一直心存幻想 觉得他只是被带坏 不可以相信 他就是一个天生坏种 老女人 你快出来 快给我去宝贝 这位小姐请你离开 有天哪 你小子你给我出来 你别冲动啊 总裁 总裁 所有的保镖 都已经在楼下准备好了 听候您的命 尚人士 他能为所欲为 无非是仗着我对他的骄纵 现在 我绝不会再让他任性伤害 毁掉我的公司和我的一切 我亲自取出 记住 不要让他知道我的身份 现在的他 已经不配拥有我的一切 加油 宝贝 宝贝 你 你 建主人 你一定敢骗子我男性女儿的别处 我告诉你 你今天要是不把别人转移到我的名下来 你就把你这个可惊男人的那些可惊世界公正于众 我告诉你 整个公司的人都不知道 我要让你在这个公司 放不下去 想到 这次你还叫了林建辉这个人杀 贝贝贝 今天公司所有员工放假一天 没有人看一标 贝贝 你不说今天人工肩在吗 我看他就是想骗我 赶我回头 我命令你 赶紧把我的别墅还给我 那是属于我的东西 房产镇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没有资格说汤城府别墅是名 你放屁 房产镇男人是贝贝的名字 你喝这个小白脸 喝起来弄到你名字上的 看清楚啊 这两个东西早就睡一瓶了 你别进入犯人 不喝醋 我和沈俊怡小姐只是同事关系 你们两个真是一瓶 我爸都跟我说了 当初不是你们两个七搞八闹 我爸都不要了 你就是不爱我看我家子这位墨手 别 告诉你啊 这就是臭狗了 这就是狗东西 你们在干什么 林建辉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丧娘心的话 当初是你背叛这个家庭 是你出的 至早中间 你还在女儿面前 咱要你 信口自活 当初是你出的 是你差点把他逼到绝路里 丁凯子兄 不要跟这个烂毒鬼 白费 你就都说过了嘴 也是个爱出鬼的剑葡萄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别妄想从我这得到任何东西 我明确的告诉你 我的所有财产 就算捐给慈善机构 或者领养一个孩子 交给他 也不会分了 凭什么 我可是你的唯一的苦 你死后所有走 你就能是我一个人的 别忘了 当初是你逼我天下这母女断绝嫌疑书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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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这女婆子吗 哎呀 这张我这种丧丧丧 丁凯飞飞 你未经办给女儿的义故 就没有得到我财产的全部 世上哪有只卓取和付出的呢 在我死之前 我的遗嘱上不会有你办法 你的近日 你休想死我了 我就让你死人出去 快 快 沈总 去医院 沈总 沈总 沈下人怎么处置 报警处理 这还要我交吗 不要啊妈妈 不要 我可是你唯一的女儿 你不能让他们抓了我 伤了人就要按法律处置 带走 妈妈 不要 我把你押! 拿文贴子 你放了我女儿 放了她 林建辉 既然你这么护着她 那我就成全你 你去局次 跟她一起上演妇女情深吗 哎 这可和我没关系啊 多张眼睛的啊 多张眼睛的 我 我可是没改啊 我没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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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菲妈妈想你一片轻浮 自从她和那个男朋友谈恋爱之后 打架斗欧 换课逃学这些警告组分 一夜只都数不轻浮 不好意思老师 当年最新 菲菲是个沉迷人 该对自己的心为刺激 可菲菲以前这么乱 现在这样肯定是受为影响的 你们明明是不是缺乏沟通 您作为她的母亲 是不是对她的关心太少 有失账的话 好好谈谈 全力要让她尽管不消瘾 是不是对她的关心太少 菲菲妈妈 菲菲妈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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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这句不得 菲菲最爱你了 菲菲乖 这妈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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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裁 你怎么样了 怎么不在医院好好休息啊 总裁 小擦伤而已 不要紧了 没事就好 谢谢你救了我 你放心 菲菲她伤了你 我会让她付出应有的代价 总裁 您可以切断菲菲小姐的经纪来人 小小惩罚她一下 她会受到教训的 要是您真的把她送进去了 万一被媒体曝光 小姐不仅会留下案底 人生有了污点 公司和您的声誉也会受损的 公司现在处于关键阶段 确实不能有任何变故 立刻带我去找她 孩子不管干什么混蛋事 她都是做鲁星这辈子放不下的前半 看来这句话真蠢 不过我得赶紧找个私家侦探盯盯着她 不能让总裁有任何危险 放了我 你快帮了我 我没有杀人 我是被冤枉的 放开我 妈 你来了 你快让他们帮了我 这里好张 我好害怕 林飞飞 你还没有看清吗 你被关在这儿 那个男人和你爸 都不会来看你一眼 你还要继续因为他们和我作对吗 宇哥这么爱我 肯定会来救我 反倒是你这个贱女人没安好心 想挑唆我跟我爸之间的关系 拆散我跟宇哥什么 反倒是你这个贱女人没安好心 我看你真是来看我消化的 你难道还分不清好歹吗 要不是我怀胎十月生的你 我真希望让你在这儿待一辈子 世上哪还有人能这么容忍你 你想什么是为了我好 再也不想做你的提线模 受你的管口 我告诉你 我就算把老你送出来我也不要你滚 好 既然如此 你就在这儿 好好反省反省 滚了 你今天怎么想起来找我了 我这喜欢你呀 因为你在床上呀 狗骚 那个傻妞不缠着你了 那个蠢货呀 正跟他妈闹的要房子呢 等这个别墅 彻底的记在我的名下 我就彻底跟他分手 好好疼爱 怎么样 人家现在就想让你好好疼爱 好啊 那你现在 去买那个的吗 买回来 宇哥好好疼爱你 哈哈哈哈 喂 哎 宝宝 别说搞到手了吗 宇哥你快来救我啊 我已经很害怕了 我不小心伤了人 被他们抓进橘子里了 你快来救救我 好好好 你先别着急 我马上下办法 妈 这个蠢货 老子他们怎么救你 不好意思麻烦你们了 没事 还是把我女儿放出来吧 谢谢 宇哥 我就知道是你救了我 这那么的诡气 哈哈哈哈飞飞呀 你怎么出来了 你是不是想给我个惊喜 悄悄的交了保时金 然后来这里迎接我来了 我说这条小心思 都被你看穿了 你是我最天爱的女人 不管到哪儿啊 我都不会抛弃你的 宇哥 你是这个世界上 对我最好的人了 嗯 天宇 你 他是谁啊 我 是 哎 嗨 漂亮 是 ran 我好不容易求她找光线 才把你捞出来的 你也知道 现在不弄点手段 根本出不来 雷雷律师 谢谢你救了我 别看了 美菲啊 这几个小时呀 你辛苦了 走吧咱们 回去 雨哥好好疼疼你 走 好累啊 你这个畜生 无耻 李菲菲 你被她搞脏搞臭了的 总裁 我派私家侦探案件开导 秦予生这菲菲小姐进去的以后 和其他女人搞爱 据私家侦探书 她已经多次背着菲菲小姐 和其他人偷情 菲菲小姐的身体 恐怕会被她 她刚同居不久了 千万不能让林菲菲 还善那个畜生的孩子 趁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总裁 一会我将其余所有的出轨照片 给她送过 林菲菲 我要击碎你对这段美好爱情的假象 这是你最后一次 就自己的机会 若你还是痴迷不悟结下孽种 恨恨坠入深渝 到时候 没有人会救我 走 去那个处人 等你怀了我的众 那时候 狠狠在那个老年人一瓶 老子就摔了你这个头 这就是你追求的所谓爱情 沈阿姨 您怎么来了 快点坐 老子 你别装 你个老妖婆 来我家还骂我男人 你做什么死啊 这种又脏又乱出疏 这种有心的男人 就是你想要的 你个疯女人 我看你才有勇气 看我播的不好 你很高兴很开心是吧 一直以来你都是这么想我的 一个当妈的 亲手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橘子里 还特意去看她的笑 对她不管不顾 还好意思说语 我告诉你 刚刚可是语哥 花光了她所有的积蓄 求她朋友把我保释出来 现在你才能看到我在这里 狠狠地打你的脸 请以你这个处事 你的脸皮是有多厚 明明是我替龙菲菲 签到保释书交到保证金 你还在骗 扯言 菲菲是我在里面 从怀里抱出来的 这点菲菲是最清楚的 是吧 你还真是什么都敢认识 住嘴 从始至终 骗我的只有你这坏女人 你非要我拿出证据 你才可以相信是吗 你是说 把我抓进橘子里的证据 那这种证据 在你们公司的监控里面 可是清清楚楚 这是我替你签的保释书 看清楚 救你的 是你的亲妈 还是这个渣男 这是你签的字 是 我去的时候 沈安妮已经在保释书中签过字 可保释金迟迟没有交 我这东凑西凑呀 把我那些油漆装备的钱全卖了 这才凑够了钱 秦宇 你 你 你个像心病狂的女人 想抢我宇哥的功劳是 想把我抓回去继续受你的控制 做梦吧你 我真怀疑 你还是不是我女 以前那个乖巧可爱的女儿 像是被掉了包了 一定都是我装的 现在的才是真实的我 配当我妈妈你 跟雷自己的不管不顾的女人 还会在乎我吗 雷菲 我像个陀螺一样不管不顾的拼命 我是为了谁呀 为的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的虚荣心 雷菲 你这样说实阿姨 既然你都从里面好好的出来 咱们一家人不负两家话 快请咱们坐下喝醉茶 我给咱们倒化杯茶去 别 你凭什么给他当上 他里喝你的唾沫口水都不配 雷菲菲 你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 你被这个男人耍得团团转 你自己都不知道 雷哥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这不是真的 他背着你 和别的女人出轨多少次 你真的知道 这个老女人 怎么变聪明了 想不到她竟然跟踪我 不行 这个女人还没被我炸干 现在还不能抱 雷哥 你快给我个解释你说 菲菲 难道你忘了吗 我不是跟你解释过的吗 威威律师啊 是我前来特意救你的 是不是说我男家做的对不起你 才会引起你对我的猜忌 不是的 鱼哥 想到阿姨竟然跟踪偷拍我 连你也怀疑我对女来爱 我现在就把 文威律师的联系方式全部删掉 反正我已经救你出来了 她也没什么用了 让你知道 我才是最爱你的 你个老女人 我都说了 我已经跟你断绝了母女关系了 为什么还要跟踪我监视我 还要无限于哥 跟她的律师朋友 那你怎么样才能抱过我 你骗得了别人 你骗得了自己吗 他们都亲到一块了 你能认识多朋友吗 老女人 这几张破照片就想挑补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给我扑啊扑出去 秦宇 这是你出轨的全部证据 你还想抵赖吗 对 不 令飞飞 该是你看清这个男人真面目的时候 老女人你没完没了 是不是 你自己看清楚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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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能辜负我的真心呢 我跟她就是闹着玩的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你给我个解释啊 你杀我的最不尊 都是她的勾引 一定是这样 最麻烦是爱我一个人 林飞飞 在你眼前的这个男人 就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 这么久 你被她蒙在鼓里 和我作对 你后悔 你们都是在骗我的 菲菲 我没有骗你 我最爱的人是你啊 可是我只要你爱我一个人 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分享 你跟我的爱 我不能接受你出轨 菲菲 那个女人是律师 如果我不同意 跟她做那件事 她是不会再来救你的 我跟她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我满满都想的都是你 我希望自己同样也是为了你 菲菲 你原谅我这次吧 我不会原谅你的 我 菲菲 菲菲 不要再去找她 让我再看到你骚扰她 我不会放过我 沈阿姨 我 你给我站住 毁了我的爱情 你都扯了 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 你是要逼我去死吗 你还是我神君的女儿吗 你看看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离开那个渣男就要死要死 我都没有一点骨气 我宁愿被宇哥谋在鼓里 我也不要受你的控制 你要是真的想管我 那就给我钱啊 宇哥他就是因为我没有钱 他才会不要我的 执迷不悟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你们不是一路人 他就是个软发男一个感情的骗子 走回家 明天就上身 我不要跟你回家 我不要跟你和这个脏男人睡过的姐弟吧 我也没有你这样折些心肠的骂 我自己有爸妈 现在那个渣男出轨 他们断了联系 应该不会怀孕 随他去吧 反正林建辉和那个女人只贪图他的钱财 他现在一无所有 到那儿也逃不到好 让他长点教训 很快 他就会哭着回来求我了 明天就是林飞飞十八岁的生日 这一时 我不会再让你们骑在我的头上 作威作福 还好生气啊 爸妈 给谁在这儿哭丧 你会来的 你家女儿还真是孝顺 又给你送牙来了 听说飞飞呀 一个月给你们十万块钱的生活费 真是羡慕死了 哎呦 我们家公主回来了呀 这个月还是先天亮 妈 这个月的生活费我 姐夫呀看来 你这个月欠的麻将钱是有着落了啊 我女儿呀可是大有出息 活了两口以后呀 就全告非非了啊 光给钱有什么意思呀 生儿养女要的就是孝顺 昨天呀 我女儿带我们去全城最大那个千雀酒庄呀 美美的吃了一顿大餐 哎呦 千雀酒庄呀 青霜那的一对饭 这最少的要上百万呢 那可是 刘慧 你家闺女对你可真好啊 哎呀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吃上非非的一顿大餐呀 爸 妈 天雀酒庄啊 你们要是想去的话 明天我生日 我们一起去那里亲生吧 哈哈哈哈 你家非非 马上都成人了 快看看 你们怎么当父母的 是为了一个孩子准备 就是呀 这人家可是真金白银的 给你们身上欠钱了 到头来 怎么还要非非私地请客呀 哎呀 怎么会呢 生日宴呀 早就准备好了 哈哈 准备好了的啊 妈妈 你已经给我准备好生日宴了 在哪里啊 妈妈 你已经给我准备好生日宴了 在哪里啊 今天这么多人在 不能失了面子 先蒙混过去再说 哎呀 我跟老林呀 早就给我们家公主 在天雀酒庄 预定了那个生日宴了 那可是一百多万一周的大餐呀 得提前一个月预定 哎 我说丽莎 你预定了吗 哇 您给我订的天雀酒庄的信息发过来了 谢谢妈 谢谢爸 这么高档的酒庄 我还没去过呢 生日宴啊 可得帮我们带上 就是就是啊 阿姨 您能来我的生日宴 我已经很高兴了 还真是说什么硬什么呀 是谁给这个拖油瓶订了那么贵的饭 总裁 明天是您为菲菲小姐 在天雀酒庄安排的生日宴 需要我为您安排出席吗 既然她已经不认我这个妈了 我还有必要替她准备生日宴吗 菲菲小姐只是一时糊涂 而且天雀酒庄的宴会 已经无法取消了 不如 你不用替她说话 天雀酒庄是我名下的产业 自然由我做主 生日宴取消改为商务宴 这是客户名单 通知酒庄提早准备 是 哇 这真不愧是全城最高一瓶酒店呀 真气派 当然气派 这个是招待外宾的国宴级别酒庄 不但气派呀 里面的饭菜 那可是人间绝品的美味 不过呀 我可早都尝过了 你只不过是将你女儿的官而已 今天老娘可是自讨腰包 给菲菲过生日 请你们吃 还是绿虾大方 真的 可算是让我们长见识了 有口福了 女儿 我们走 嗯 想不到这娘们和他妈闹掰了 还能来这么高档的饭店吃饭 应该是有什么司法钱 害得我早当这个客户安 不行 我得想把我再勾搭他一下 来 我们敬沈总一杯 依着我们合作顺利 感谢各位老板的加入 我们盛军集团 必定会全力完成这次项目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我的生日元 谁让你们进来的 谁让你们进来的 你为什么在这 啊 这是我的酒 我在这 自然是宴请我的客户 怎么客户啊 这是我们给菲菲准备的生日宴 我看你是建员 是请这些外面野男人一起蹭吃蹭喝的吗 果真如上女士 你把我定的生日宴 骗林菲菲说是自己定 这次我必须戳穿你 不好意思各位 我有一些私事需要处理 我们下次再聚 菲菲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宴吗 这人怎么这么卖不奖礼的 还瞎口上了 是啊是啊 这是谁啊 你们有所不知 她是菲菲的亲妈 她肯定早就知道 我今天要带菲菲来这过生日 所以才提前带她的聘头来吃饭的 真是脏的 想什么都是脏 这是我预定的 你们要是再不离开了 我找人把你们赶出去 信神的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给我弟的生日宴 你连这个都要抢 我看他见过多毛病啊 又犯了 带着她的这些野男人 见菲菲的生日宴一起喝酒偷情 你现在穷的连一顿饭都要痛 我女儿呀 可真是命苦呀 大嫂子被抢了 就连18岁的生日宴他也要霸占 你是不是 非要把他的血榨干 骨头踢静 你才肯罢休啊 以为自己是菲菲的亲妈呢 还真是把他当渣之鸡的 看着你们的呀 真是给女儿的吸血鬼 马上叫酒庄经理过来 把这群疯子给我赶出去 好的总裁 经理一分钟后就到 另外珠宝店那边刚才通知我 您半个月前替菲菲小姐 在国外拍下的生日礼物 价值一个亿的业 可千万不能招来经理啊 不然我没预定包厢的事 不就露馅了吗 不行 你这个乱人骑的臭婊子 可能认识这儿经理 这怎么算 就是 你一个整天只会陪酒的老女人 也陪天剧手上经理 你知道人家是谁吗 就算他千方百计的知道了这里经理的消息 人家知道你是什么东西 就是 我的下属会不知道我是谁 可笑 天天没有 辉哥真是说的对啊 他还是个疯子 还敢说天阙酒庄的经理是你的下属 到时候经理真的来了 把你赶出去 那才不好看 我劝你赶紧走 等经理来了 你们就知道谁应该走 看在我跟你这么多年的关系 我给你提 我呢 三十秒 一秒我都得不了 你赶紧给我滚出去吧 妄碍我女儿过生日 你快让他滚呀 滚 哎 宝安来了 宝安 宝安快把这个女儿过赶出去 你看她敢吗 我就是不敢 这天妈妈是我的找贝 我就是不敢免他惨 哥 哈哈 菲菲 今天是你生日 我特意来给你送生日礼物 我不需要 菲菲 我知道我错了 这个礼物 我准备了很久 上次你来咱们家的时候 你不是说你原谅我了吗 你心里有我 你又去找他了 这不是价值商业的燕明珠吗 这真的是你送给我的吗 那颗燕明珠 我还没来得及让董珠退掉 怎么会出现在这 知道你开心就好 情日 这颗燕明珠明明是我送给他的 信神的 你疯了 连宇哥送我的礼物你都要抢 沈大爷 这个礼物是我亲手送在菲菲手上的 你要是喜欢 这颗珠子就全都是我替您送的 凭什么可怜他 这些就是他破坏了我们的关系 这个冷血的老女人啊 怎么会送礼物给菲菲呢 他不把菲菲打干呀 已经算他人车了 还有这么的母亲啊 趁自己女儿过的收鱼燕 勾搭男人 抢人家男朋友送的礼物呀 就是啊 咱们都是大妈的 再寻查歹毒 也不是他这样的狠角色 要不然 电脱怎么给他离火闹 飞飞飞 这个珠子 是你说你喜欢 我才花一个亿帮你拍的 他一个一分钱都没有 只靠肯女人的浪荡死 他会知道你的喜好 有钱给你买吗 你天天在外面陪那些野男人 能挣几个钱 你十年的公司 都买了几只燕明珠 怎么会有两颗一样的燕明珠 原来这就是我拍的燕明珠 我两个就发了 你可是对你可是假呀 哎呀 这还用说吗 飞飞男朋友送的那个珠子 你看多翠绿 肯定是真的 至于另外一颗吧 一看就是假到不行的水货 我在你们眼里再怎么不堪 我也不会送林飞飞假货 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 野鸣 根据监控显示 盗窃者就在这里 我们酒庄大堂 丢失了一件 价值过万的装饰品 琉璃球 臭婊子 原来你不只会偷人啊 还有偷东西这个屁号啊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证据确凿 酒店经理都来了 还不承认吗 是真是假 心里一探便是 我手里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燕明珠 而他的就是盗窃酒店的琉璃球 这是什么呀 你送我了这个在上衣的宝贝 我特别给大家好好展示展示 炫耀炫耀 这是你的 嗯 对啊 不是我什么事 怎么这个事都不敢承认了 就是宇哥送给我的 宇哥 你为什么不好意思承认啊 那个 哎呀干嘛 那个女人盗窃了酒店的燕明珠 就应该把她抓起来 让她好好尝一尝 尽你橘子的滋味 告诉她 哪个才是酒庄里的工业品 哪个才是真正的燕明珠 你作为酒庄的保安 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 这就知道 哥 你是不是打过人了呀 打的就是他 他就是个窃贼 你手里拉的 是这个家伙 偷来的流利球 而若瑟百德 才是从国外公民过来的 燕明珠 这么可能 这个女人怎么可能 买得起价值上衣的燕明珠 我的实力 也尚未可持 我真正的身份 臭家伐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 不然用什么肮脏的手段 偷着真的燕明珠 就可以在这得意了 这是飞飞的生日宴 正好 今天也在 把这个吃霸王餐的臭女人 干什么事 听清楚了 这里是沈总招待贵宾的地方 你竟敢 上入梦是日 倒打一把 不可能 这明明是我妈妈给我准备的生日宴 这个女人 这是来送吃的 谁总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 狼熊狗肺的白眼狼女儿 这种女人 怎么可能吃得起这么贵的豪华大餐啊 告诉他们 我真正的身份 到底是谁 不就是个配酒的剑鸟子吗 这是什么好炫耀的呀 出言不逊 对 这位 就是千雀九庄 幕后的大老板 叫人 老板好 叫人 老板好 怎么可能啊 要不是前妻怎么是千雀九庄的大老板 这里的流水 一天 至少也上了一眼 我什么时候变这么有钱了 从你在我怀孕 亲间偷心 从你抢夺我所有财产的时候 邓江辉 我真是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的背叛 我如何在黑暗中重生 如何有勇气自强自立 如何锻造如今的辉煌 江辉 原来是你先出轨的 这么多年来 你忽悠我们说 是你前妻给你戴绿帽子 差点让我们都冤枉好人了 你说你是什么个货色 呸 比喻 你他妈别再胡说八道 求求我收拾你 别胡说八道了 收拾你 当然 我现在都冤枉了 秒杂 你 要给你 我 你 我 你 我 这一切都是你咒游自取 盗窃财物以假乱真 而你拿着一个玻璃球就当做宝贝 真是让我大开眼睛 我是你不求 我没钱 我冒着生命危险 去了橘子林 我冒着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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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我的爱是可以拿金钱来衡量的吗 你快帮我你的哥呀 老女人 老子爷栽在你的头上 等老子出来 拔了你的皮 伪君子的用词终于展露出来 带走放口 妹妹救我 你怎么这么有钱了 怎么还会在我这几万块钱的破珠子 你快点凡有个还给我 行吗 想救她 拿钱到橘子里输 老女人 你别广 别以为这样我就治不了你 好了 来 中台 客户那边我已经安抚好了 他们已经同意 合同可以马上协约 这位是新姑娘 到外有个不审心的恒励 蹲下来女皇后 这几天 菲菲小姐那边我派着侦探跟着 一切安好 现在那个男人也进去了 她是安全的 想把那个男人救出来 没有我的和解书 就必须拿出上万块的赎金 林菲菲如今一穷二白 那个人也只配安安分分的在橘子里待着 这一时 就算我这个做母亲的救你这一次吧 总裁 您不必再有后顾之用了 我跟她已经一刀两断再无瓜葛 她的安危 与我无关 走吧 去先喝点 妈妈我来给你下班了 妈妈我来给你下班了 你怎么来了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还想再胡闹吗 赶紧给我雨了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妈妈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万福 怎么 马上不舔 连自己的女儿都不管我 你又往我眼了 妈你怎么来了 老女人别想赶走 这儿 时早是我跟雨哥的 妈 你怎么大老运从山城老家来了 还是我们费费孝顺 说是想我老婆子了 怕我一个人住啊 她不放心 还专程啊从老家把我接过来 让我想几篇清福呢 是啊 我要是不把外婆接回来 怕是妈妈都不让我进家门了呢 啊我们飞飞啊 真是一个懂事的孩子 家和才能万事兴 我们家 一定要和和美美的哦 外婆说的是 飞飞可是时时刻刻都想念着外婆呢 为了救那个男人 想不到你竟然把他老人家请过 前一世你在他身上做的恶 休想再做第二次 必须让他老人家提前看清你的真名 才不会被你所害 哎呦 我们飞飞啊长成大姑娘了 是不是大学快毕业了 有没有谈男朋友啊 没有 你的女儿谈没谈男朋友你都不知道 你这个妈 当的好不称职啊 妈妈下来是对我不管不顾 飞飞的外婆疼着够了 是 您教训的是 是我说乎了 飞飞 既然交了男朋友 什么时候 带过来给妈妈看看呀 飞飞 既然交了男朋友 什么时候 带过来给妈妈看看呀 我带不带的过来你不知道吗 飞飞 是不是以为在外婆面前 太羞了 笑 语哥最近工作忙 那等什么时候不忙了 带过来 让我和外婆看看呀 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语哥带给外婆看 妈 时候不早了 早点回房间休息吧 好好 走吧 那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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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早点去休息吧 您的腿啊 不能久站 好吧 好 休想从外婆这拿到一分钱 她的英老退休金 我都不算 你以为这样我就没有办法 是用这招我就不信叫不出雨了 外婆您现在走过一圈一拐的 这儿一定很疼吧 妹妹看着可是心疼得紧呢 哎呀 这都是腿上的老毛病了 不碍事的 妈妈不心疼 我可是心疼得紧呢 只要你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外婆就开心 这腿啊就不疼了 我就不信这样 你还不拿出等着你妈这头烂 妈 您的风湿啊是该好好看看 嗯 明早我带您去医院 总裁今晚搁置的客户合同 您明早还有时间签吗 妈妈 您要是没空的话 可以把疑问卡给我 我可以带外婆去看病 啊 崔崔是个懂事的孩子 嗯 有她在呢 嗯 你就放心吧 不要耽误你的工作啊 总裁 总裁 如果我们一再送医 客户那边 怕失了心 好 明早我去公司一趟 妈妈 你不把银行卡给我 我怎么带外婆去看病呢 我怎么带外婆去看病呢 这是外婆的医保卡 去医院直接刷就好了 不需要医保卡 妈 明早 让飞飞 让飞飞先带您去医院 我忙好了 就去看您 外婆 今天天气好好呀 这个贱女 竟然敢耍我 今天我必须用这老太婆 套出你的钱 飞飞 你救我 外婆 看你这老妈瘫痪了 你还能不能拿着这张破砍痣呢 外婆 妈 妈 妈 我一定要紧紧握着你 妈 您千万不能再出事了 妈 没事了 外婆 你吓死我了 都是我刚刚没有握起你 都是飞飞的错 阿姨 您没事吧 没事 飞飞不哭啊 你看 外婆不是好好的吗 外婆没事 不怪你 不哭啊 妈 没事就好 我带您 去看病 上一世 你为了骗钱 故意害我妈瘫痪 这一世 因为我对你的转变 让你的计划 也提起来了 不过 好在一切都还来得及 飞飞飞 你真的彻底人救 阿姨 这是你的药 医生说了 您这是积劳成疾 是要好好休息 好 谢谢你啊 你看 你辛辛苦苦的为我老婆子 跑来跑去的 还不知道你是 妈 这是我的同事 在附近一起办完事 辛苦她送我来医院的 嗯 呃 飞飞 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 我婆婆我很难受 我想想吐 可能是因为妈妈亲几天 给我吃个过鸡的 呃 林飞飞 你不要在外婆面前卖餐 骗她老人家 她怀孕了 对这是必超单 检查结果不会有错的 已经怀孕一个月了 我怀孕了 怀的是宇哥的孩子 我们飞飞就要做母亲了 是你自甘下见偷偷去找她那次 看来注定是一场不可阻止的灭云 孩子她爸妈 她知道你怀孕的消息吗 这个混小子 把我们飞飞的肚子都搞大了 她也不过来看看 她是不是 不想对你 和你肚子里的孩子负责 妈 那个男人呢 妈婆我病好苦啊 怎么回事 不哭不哭啊 是不是那个臭小子 他做了什么坏事 让我们飞飞不高兴了 不是的外婆 宇哥她很好 她也不知道我怀孕的消息 只是有一件事情 你有所不知 你知道为什么宇哥一直没有来见你吗 是因为妈妈 亲手把我的老公送进了橘子里 林飞飞 那是她自作自受 不知道不是这样的 妈妈 这到如今了 你还要再诋毁宇哥吗 飞飞 坐下来 跟外婆好好地把事展开 说说清楚 你刚前几天去妈妈的酒桌 不早就捡起了一块石头 然后妈妈就诬陷她偷东西 将人把她给抓起来了 飞飞飞 飞飞现在还正怀着身孕 你怎么能把她的男朋友关在那个地方 啊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听她的一面之词 你不要听她的一面之词 那个男人 她偷了酒楼里 价值上万人的工艺品 她犯的就是盗窃罪 不是的 她只是不小心捡起来了 然后就想还给妈妈的时候 妈妈就叫人把她给抓走了 就像我前几天看见外婆的桌子 我就是好急想开 你看这怎么能算是偷 人证物证俱赛 警方不会诬信任何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她赖不掉 你不要再骗外婆了 警察是民事里的 她不会乱刷人 飞飞 那是妈妈自己开的酒楼 自己家的东西都算是拿了 那也不能叫偷 偷是偷 拿是拿 没经过我的同意 就算是道歉 我还不合适 她是个好人 她真的很爱我 贝贝 乖孩子 快起来 哥哥她进去了 她的日生因为妈妈有了污点 我现在叫同死自己 我跟孩子也没有连狗 活在这个世界上了 我现在叫同死自己 一世了命 那个男人不学无术 坑蒙拐骗 进橘子已经是家常便饭 她的污点还少了 我不慌 孩子 你快放下 别伤害自己啊 她放下 老女人你快答应啊 她们真的是要看我被跟公子 继续演了 继续演了 你还有她做母亲的样吗 你都把她鼻子受伤了 妈 你不用管她 她不会有事的 为了救那个男人 她就是演的苦肉劲 尽管是孩子演的苦肉劲 可她也是你的女儿啊 万道 你不为菲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考虑吗 是啊 我肚子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怎么办 一个以后出来就是老改犯了 工作工作找不到 社会社会不接纳的 我没你家三公 以后又收尽别人的老眼和嘲笑 还怎么生活 我 我早就劝过你 她不是什么好人 但凡听我一句劝 你能有这种下场吗 只要你发誓 和她一刀两断 你肚子里的孩子 我会帮你一起抚养长大 不要 我不要我的孩子跟我一样 没有父亲 你儿 正是因为菲菲 小的时候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才会和你产生矛盾 你可不能 对她肚子里的孩子那么狠心啊 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以后 要是有个犯罪前科的父亲 还是被她的亲生外婆亲手送进去的 那她怎么活 那我肯定要被吵消息了 我又不要活了 你要是不求 菲菲的男朋友 我就和菲菲 一块去死 妈 你这是在逼我吗 我朋友是为了我的孩子好 林菲菲 你竟然利用外婆 要挟我去救这个男人 好 我问你 你救她不救 你救不救 妈 妈 那是她应得的下场 为了防止你们发生关系 我好说歹说 证据搜紧 你还是执迷不误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摩 你是怪我让你丢脸了吗 那你弄出的不应该生我 让我死了 一了百了 这样也不会救你和外婆的脸 沈君怡 你好狠心啊 你是想逼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去死吗 那 就逼我这个老婆子一起去死吧 你不救我就死给你看 妈 去把那个人弄出来 可是 现在是 是 那其他女儿 不是我看了吗 不是你妈那个贱女人 她害苦路 那个贱女人根本不害致我妈 许哥 你放心 这狗气 你怨不下 我更怨不下 我更怨不下 我们一起想办法报复她 报复她的皮 哎 不够外婆还在里面 收拾她 我有妙子 哦 小精灵鬼 那你倒是讲的经历啊 杀人吗 要诸心 他不是最看重他的工作吗 我们这次就是外婆的事 彻底 彻底鬼调 沈阿姨 谢谢您能够原谅我 玉哥 你在里面受苦了 外婆之前一直都说 想见见自己的孙女学 外婆啊 这是我的男朋友 玉哥 哦 曼公好 我能叫秦宇 以后呀就我们俩 一定好好笑给你了 哦 好 好 我们菲菲和小雨啊 都是我的好孩子 拜拜 裴作诚 给你拿着 呃 谢谢外婆 但这个我不能要 哎 拿着吧 这是外婆的一点心意啊 你就收下吧 彼得这是外婆的一点心意 这代表外婆已经接纳你了 碰起你现在还没有工作呢 嗯 小雨还没有工作 是啊外婆 因为和阿姨的一个小小的误会 我之前的工作也丢了 阿姨如果方便的话 能不能安排我进入你们的公司工作呀 你一没文化二没本事 我管不了 你都能把抖蜜拿捏住 给雨哥安排个经理 不过分吧 妈 既然啊你有这个蛮动 那就帮小雨找个差事 日后啊也好照应着 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啊 他肯定没钱生活了 别蹬鼻子上脸啊 哈哈 沈阿姨如果帮不了的话 也没关系 我呢可以去工地 扛扛水衣什么的 虽然挣的不多 但也够他们俩点用 哈哈 哎呦 你这个当妈的 倒是摆出了一副 事不关键高窝挂起的样子 你让小雨去工地合适吗 这一事 你已经这么迫不及待 要搞垮我的公司了吗 秦宇 不管你这次挨了什么坏心思 我沈君仪奉陪到底 你还是帮这个可怜的孩子 找个活干嘛 是 好 看在外婆的面子上 我帮你这吧 我帮你这吧 赶紧让我们到这出法案 鱼哥你先不要生气 我明天就想办法求一求外婆 让她给你安排个总经理的位置 痴心莫小 你个贱女人 凭什么给我雨哥安排个保安破工作 现在必须把她安排到总经办去 我答应了外婆给她安排工作 可我没答应给她经理 贱女人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个 马上给我雨哥安排她总经办去 第二个忙 把你名下天鹊酒庄的所有股份 都转给她 你这算盘珠子都快绷到我的脸上了 我告诉你 为了让外婆安心 我才给她安排工作 以后你们休想从我这得到一分一毫 我这就告诉外婆 去啊 她已经被我安排到国外疗养院了 你没有机会 金女人 总裁 这是我们即可的自查结果 李副总这两年贪污行贿 资产过亿 李副总手里还负责黄金孩的重点开发项目 您看这么开 黄金孩的项目交给我 您就得到100元的心 是吗 我跟了您这么多年了 你还不了解我吧 就是因为我以前 觉得自己太了解 感谢您对我的信 这个项目交给我 您绝对放心 这是 向活动款项 您看 没什么问题的吧 您就签了 大伙都等着入资运作呢 哎 哎 我秘书给我呀 以后黄金海岸的项目 就交由董秘书全全夫子 明天的商务会 有你来 李副总 你先 去休息一下 这个项目 之前一直都是我在父子的 还是交给我吧 我意已决 出去 总裁 三思 副总 请 总裁 副总那儿 您打算怎么处理 他毕竟是集团高管 黄金海岸项目 关键期 副总贪务 统帮会对公司声誉 有所影响 好 那这一个亿的贪务款 我先暂时替您保随好 人 这么多赃钱 不是贪务 这是黄金海岸项目 有机人 老子这回非得整死他 是吧 一定要把黄金海岸项目搞回 臭秘书 拿什么跟我找 哎呦 老同学 好久不见 谁啊你 秦宇 知识今时不通我日 我现在是集团的副总 还是哪里 是哪里的 副总 先别走 我刚才听你说 董浩明 是总裁的秘书吗 哼 怎么 你一个臭保安 还认识总裁秘书 听说你和他不对 怎么样 要不要和我合作 跟我谈合作 我现在是集团的副主 就你身上这层皮 怕什么够可爱 我手机里 可是有他贪污的证据 董浩明的声音 没想到 你玩灯下黑 也被这总裁告贪污 既然李副总 愿意和我合作 那我都之后拿着证据 自己找总裁邀功了 合作合作 我当然愿意跟你合作 邓浩明 你敢跟老子抢相吗 明天上午宴 老子必须彻底搞臭 是 喂 菲菲宝贝 该来看好戏了 今天啊 必须得把那个女人的名声搞臭 听说啊 圣经集团的总裁 是一个运筹未卧的女强人 平时搞得闪闪蜜蜜蜜的 我们和她合断了这么长时间 从来没见过她本人 是 这次可要见见 她的庐山真面目了 嗯 总裁 黄金海岸的所有客户 都已经陆续到场了 好 这些客户之前都是副总在交手 我跟他们也是初次见面 走吧 就打神招了 李总 站住 你个保安来这种地方干什么 出去 老牛 你的把柄在我身边 把这个小子和你贪污的一个亿 全部给你 信不自慌 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呢 两个贪污犯 他敢炸 怎么这么大 只是被吓他的 贪污 不妨告诉你 整个圣君集团都是我的 用自家的钱 你叫贪污吗 你一个陪酒的臭表子 几斤几两个 我是清清楚楚 你是继续装呢 还是已经到了 可以猖狂到 想我整个集团的地步 你一个有着犯罪前科的小混混 靠着我的关系 走后门进来的保安 也配对我指手画脚 若我一句话 你以为 你的工作 还保不住 你妈敢骂我 神要告诉你 你们集团的副总 是我兄弟 我是有靠山的人 一个秘书的狗腿子 一个陪酒的臭鸟子 还敢赶我出去 副总 你说的是那个 马上被集团扫地出门的 贪污犯李副总吗 我自己贪污搞破事 还敢反咬别人一口 看在飞飞的份上 我好心提醒你去 副总和总裁 马上就要过来揭发你 而我手上 就你贪污的证据 识相的 赶紧把你给我 我好放你把小白的一条生物 这是集团重要商会 我劝你赶紧给我鬼蛋 不然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枪头 不见黄河心不喜 啊 各位 这两对狗男女 贪污了圣经集团整个财产 我有信给你没证 来人 把球给我轰出去 不选动我与哥 看看 这两个狗男女自己看看 一个总裁的特助 一个公司的支援 偷偷前入总裁的办公室 一起合谋 骗全公司真正一个亿的公款 Reynolds 这么说的 有的 他家人 老女人 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 我们与个卧心肠胆 在你公司当保安 为了就是揭发你的真命 现在证据确凿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这总裁什么时候当头 赶紧出来清理门户啊 全城首富盛军集团经由如此的不堪 我们合作下去还有必要吗 为了我们公司 我看不然合作就此终止吧 作才 这些客户要是真的终止合作 我们亏损可不止十亿啊 见女人 想不到你有今天吧 我看你该怎么收场 敢害我跟女哥 我要你身败名列 诸位请留步 我以盛军集团总裁之名 向诸位保证 这二人所言 皆属构险 什么 这就是盛军集团背后的总裁 什么 现在开始不说八道 还冒通盛军集团的总裁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总裁到底是真是假 你们面前的这位 就是我们盛军集团的总裁 还没敢装 这两对狗男女 已经升过床了 根本不是什么总裁 闭嘴 你再胡说八道 不介意你二级技工 见不赢不打人了 实话告诉大家 她就是我那不要脸的亲妈 我就是她的亲生女 她干了什么事情 我都知道 林飞飞 你 她怎么可能是盛军集团的总裁 她就是个陪酒的女人 啊 我闭嘴 你你你怎么会打人 看 我说出了实情 她脑袖承误我 我告诉你 你干的那些脏事 总有一天大家都会知道 飞飞说的没错 这人贪犯 吃怎么的 我兄弟 是这个集团的副总 他马上就到了 等他来了 看收拾你们 各位 事情不是这样的 你掏功反 还敢巧遍 这位是盛军集团的副总 是我的铁哥们 没想到你还有这层关系 盛军集团的副总 竟然是你的好兄弟 好厉害 总 李副总来了 啊 是 是 他们贪污的证据 我已经跟大伙全说过了 快狠狠地求着他们 董秘书 你对得起总裁对你的信任吗 不仅挪用集团一个亿的资产 还抢了 像 来人 把这个贪污犯带走 还有这个女人 他 贪污一个亿的主谋 但到了 他 才是这个集团的大人 大人 你看他敢动我吗 你这个贱人在副总面前还敢狂 闭嘴 哥 那他们才是贪污犯 打他们呀 你是不是疯了 金卡无限圣经集团总裁是贪污犯 什么 这个 是总裁 这不可能 你一定是搞错了 连集团副总 都不知道自己大老板是谁吗 总裁 总裁 我怎么敢 不认识您呢 这位 就是我们圣经集团 幕后的大老板 沈总 你妈这总裁怎么不早说呀 这 这不 不可能 你们一定是在演戏 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 林飞飞 你没想到 我为了给你优越的生活 孤身一人打拼到如今守护的地位 我明明看到 他偷偷潜入总裁的办公室 和这个狗男人 合起火来 骗取公司一个亿的资产 对 就是这个董秘书 就是他 挪用的集团 一个亿的资产 东航明 证据确凿 你还有什么话说 沈总 你的副总都说了 你的秘书盗窃公司财产 你如果想跟我们合作的话 请你自己清理门户 对 总裁 你还是把项目 就给我来管理吧 赶紧把这个贪物犯 清理门户 董秘书忠心耿耿 在我身边尽力辅佐多年 我没有任何理由 让他赶紧 沈总 您这是糊涂啊 知道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小白脸赶走吗 许哥早就告诉你们了 他们有一腿 这个贱女人 还想着这小白脸断 怎么舍得把她赶走啊 我还以为全城首富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没想到竟然如此的昏庸 我看 就没有再合作下去的必要了 我同意 作为黄金海岸牵头人 我拒绝与圣军集团合作 我黄金海岸资源部负责人 也取消与圣军集团合作 圣军集团总裁 婚姻无道 用人不财 我提 全行业封上 你这个富宏斯赶紧倒闭 最好倒贴解义 让你赶紧跳楼子沙 不是的各位 不要听信谗言 我和总裁清清白白 如果各位是因为我的原因 质疑圣军集团 那我愿意自行离职 不让总裁为难 董朱理 不必 无可救药 诸位 我之所以不开除董朱理 是因为他没有盗取公司一分一行 盗取公司财务的 另有欺人 总裁这是公司的财务报表 盗取公司财务的 正是你 总裁你可不能胡说 这五年来我对公司 忠心耿耿啊 两年内你盗取公司尽益资产 也算是忠心耿耿 那那那是假的 集团财务报表还能有假 我本想给你留点题 但你竟带着他们来大闹 如果集团荣誉 那我也刚好自证清白 在各位面前清理门户 来人 拿着证据 带着他去法办 总裁我错了 我错了 都是全民这个我们的 是他鼓活我的 总裁 你饶着一次吧 总裁 把这两个肇事者拉出去 我可是他的亲生女儿 我看你吗 谁敢跟我 谁敢 我出去 谁敢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全省当机立断 品行集团内务 我等愿意继续 与圣军集团合作 感谢各位海涵 不认识 那就提前祝我们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放开我 赶紧活 贱人 老子非把你抽一八明不刻 你没事吧 女哥 我们先回家 之后的是几次聪聪聪聪聪聪 你放开我 啊 放开我 哎呀 不认好 别乱动 老大 马上给你带来了 是谁啊 放开我 放开我 老实点 再吵老子宰着你 女哥 啊 老小子 老小子 我可不要干我了 老小子 你看看 这什么是人 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没事 这你得问我你爸 对对对 你快救救你 保护我了 救救他 费费 你不要欠了别人赌债 你快把钱还给他们 让他不要吓了我们 费费 不是 他们千金都你抓他们 抓我们干什么 这不老子没钱吗 女儿还不也是天经地的 我告诉你 今天这钱要是还不良 你们都得交代到这 你别闹人 你别闹人 我把钱我都说 我们还 我们还 不是 不是 别闹 你怎么 快闹 快闹 妈你怎么 我怎么把头钱 什么 你妈你还不在你那儿吗 这点钱就救救给你 你把钱还给他们 他们肯定是杀钱 不杀钱啊 明明 我没钱 没钱 老小子 你敢欠我 你 你不是说你女儿有钱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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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 你都想不想我吗 你还藏着眼睛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了 你快点把钱放给他们 不会 我刚才能把我的卡的停了 没钱没事 看你啊 有忌恨自责 你先把哥赔好了 然后 然后给我把他扔到回所里去 他会赏一些 不要 不要 爸 你再救我 等他什么时候接口 攒够了五百万 别跑过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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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去 黑客 把你推着他们放了我 贝贝 你保险是自然难保啊 贝贝 快走 贝 我要贴 我要贴 我妈是这局集团的总裁 还有钱 那是政府 贝贝 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说起来我骗他们 你想问我会死得更大的 我没有撒谎 爸 我妈是这局集团总裁的这件事情 你为什么埋着我 为什么 贝贝 是是是 你你妈是什么意思的 咋咋咋咋咋 现在也罢工里面了 你先知道公司 公司是爸的 有一个女婆还有女人 把她给长得多久呢 原来是这样 能见女人抢走了我爸的公司 我躲了一切 屈哥我们要被骗了 骗了 还羞辱 我这种弄死他 看了 我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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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天再把我办法给你 快报我吧 总裁 私家侦探来报 林建辉欠了五百万的赌债 还不上 被吹债的人上门讨要 秦宇和林飞飞 言认为林建辉的赌债 被放债人一兵抓走了 林建辉的卖贵 就有自取 让他们自身纪念 我是盛军集团总裁沈君怡的女儿 我要控诉她 这么多年以来 她一直把我穷陷在家里 剥夺了我的人生自由 她还抱怨鸳鸯 阻止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 她把所有的工作情绪 全部发现在了我的身上 对我拳打脚踢 她枉为人母 她根本不配做人 这是造谣废报 为了提了你建辉还赌债 竟然在公众面前造谣 原来 我对她爱上太过生死了 总裁总裁 不好了好多合作商都打来电话 要取消合作的 我送你的礼物 你还喜欢吗 你脸的参齐了 今晚你都看着了 你搞这些新闻 要做什么 这些事应该对你公司的影响很大吧 想要这些热度降下去 你必须按照我说的做 还是在前世的咖啡厅 他当时为了哄这个男人开心 朝我狮子大开口索要一个亿 这一世 为了龙建辉 他又想你 从我这儿得到多少姿势 我要十个亿 另外 把圣君集团和天鹊酒楼 全部过户在 我的名下 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小哥 那些东西都是我爸的 实在过户在你们名下 我才何时怀孕 都怀孕啊 啊这些东西是否是我们的 请他要这些东西都要过来 快快快快 嗯 我给你一天的时间 这些东西我都要你要准备好 明天我就找你心 十个亿我现在就要 你有什么资格找我要这些东西的 我凭什么给你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 你早点给我怎么了 你后面 这些东西都是我 当初是你逼我签下母女断绝协议书的 是你联合他们一次次逼我到绝境 我的一分一毫拿去喂狗 这女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当初背叛我爸干的 一些破事 你干的那些恶心的事情我都知道 你最好现在就把东西给我 你要是不按照我说的 我有的是办法搞法你的公司搞臭你 我真怀疑你是不是我亲生女 你怎么会恶毒到如此一般 这个你逼我了 这不是新闻里盛军局团那对母女吗 真想不到这个总裁这么有本事 竟然伤害自己的清新女 看来又是在逼他女儿跟男朋友分手了 他不会在工厂和动手吧 妈妈我错了你别打我了 你别打我了 从今以后 我没有你 你给我站起来是吧 小姐一共消费一万块麻烦你解下账 现在立刻把账给我讲 单是他点的 饭是他吃的 自然由他付钱 他就去 你有东西 的 什么 你 我现在哪里还有钱啊 你们是想在我们店里吃八红餐吗 不不 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我们只是今天出门太着急了 就忘记带钱了 是 刚刚那个是盛军集团总裁 是我妈 你们把单都记在他的账上 对对对记在他的账上 哈哈谁不知道 你和你妈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都听见了 他现在可不认你这个女儿 给我扔出去 别别别别站上 你们谁干够 给我打出去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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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有这有这银 别别别别别 我是你男的 总裁 媒体已经联系好了 那些证据都准备好了吗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好 他可以利用媒体回我名誉 我便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人之身 走 去发布会现场 这个臭 自己开我车住好宅 连弄饭都不肯请咱们 哎咱们还能打 仙人 我去搞臭你 我是真正的 这种真实的追隐 我要公布他 太变态了 这个女人假之 没把她女儿当人 而是当了她自己的所有物 假之不配当了个母亲 这种人啊 打着为孩子好的名义 把孩子牢牢的攥在手里 这种掌握别人人生的人 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点变开心理 这种母爱啊 简直太令人窒息了 身为媒体工作者 不搞清楚事实 就听信一面致死敌毁你了 不行 马上你先做回程庆 可以开始了 沈女士 解释一下你女儿对你的控诉吧 你作为一个母亲 打骂已经成年的女儿 限制她的人身自由 这是违法的吧 今天我来 就是对林菲菲的诋毁视频 一桩桩 一件件 挨个成情 是吗 事实都摆在面前 我看你要怎么解释 你凭去打骂我 限制我的事实 林菲菲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当众戳破你的谎言 让大家知道你的真面目 是林菲菲 盛军集团总裁的女儿 也来到了我们现场 让我们亲戚 受害者怎么说吧 错在你不在乎 你还要向大家怎么狡辩 听她能说出个什么话的 这群商人呀 最擅长的就是嘴上功夫了 营造人设 看来这次呀 又要挽回自己的爱女人设咯 她说她从小到大 吃什么我都要管 我只不过 是履行一个母亲的义务 不让她吃垃圾食品而已 虽然我的工作很忙 但是我每天都会抽出时间 去菜市场买最新鲜的食材 回家做饭给她吃 她不吃 我就想尽一切办法哄她吃 一切都是为了她的健康 呸 那么难吃 你到底会不会做饭呀 飞飞乖 妈妈明天给你买最喜欢的路边摊吃 好不好 来 再尝一尝 原本这些饰品 是我为了保存她成长的名号 现在 却变成了我去自证清白的证据 她说我管着她的穿着 我只不过 不想让她在高中的时候太过另类 她还化着浓妆 在房间里拍照 我迫不得已烧掉了她那些衣服 她竟背着我 买了更加暴露的 她还为了炫耀自己的身材 把私密照卖了出去 我为了防止私密照泄漏 毁了她的名声 用了一切办法 高价买下了这些照片 你女儿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不良少女啊 她说我管着她 你们认为 作为一个母亲 不管行吗 我只是想让我的女儿 健康成长而已 这样有错吗 如果任由她为所欲为 她的人生 早就毁了 穿衣吃饭是我的自由 我就算以前年纪小不懂事 我现在长大了 我谈恋爱你凭什么摇拐啊 盛安逸 我和飞飞啊 是震惊相爱的 您几次三番的 想要拆散我和飞飞 更是千方百计的 想要把我送进橘子里 秦宇 我这有大量视频作证 你现在还在公众面前欣欣作态吗 什么 她竟然能把自己女儿的男朋友送进橘子 简直是无耻下流 没错 这个女人正是为了控制我 还把我跟我男朋友一起抓进了橘子里 是 沈女士 这件事你做何解释啊 我敢保证的是 在我认清这个男人的面目之前 我从没有限制过林飞飞的交易 我只是告诫她 交朋友要保护好自己 这 这是林飞飞的男朋友 我为了我的女儿可以幸福 所以我反对 她和这个满是恶习的男人在一起 你这个臭女人 竟敢做假视频诬陷我 是真是假 派出所备案信息 一查便知 她就是仗着自己 有几分长相 哄骗你们这种涉事卫生的小姑娘 替她大把的花钱 都怪我把你保护得太好了 让你单纯到 她说的每句话 你都深信不疑 你胡说 都是你在撒谎 还有你 真想你被抓进派出所里 就是因为你 大闹集团 恶意伤人 这种行为 我绝不容忍 还敢打架伤人 看来她的女儿早就跟着这个社会学坏了 你胡说 你在撒谎 那要信你的是吗 是你在咖啡厅 逼我交出全部财产 我要十个亿 原来她的女儿才是那个坏人 这只是个白眼狼呀 是啊 我们都错怪这个母亲了 你们说的对 我确实不配做一个母亲 我现在 已经不是林菲菲的妈妈 因为她早就逼迫我 在断绝母女协议书上签字 沈女士 你是一个好母亲 之前是大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是您这个女儿 太白眼狼了 是啊 沈女士 之前都是她骗了我们 对不起 对不起 有很多热心群众 打来了热线 让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阿姨 我们之前都误会您了 这样白眼狼的女儿 不要也罢 给我闭嘴 你怎么对我这一点点的 快给我挂了 赶紧的 这种女儿 辜负母亲的良苦用心 竟然还有脸来倒打一旁 渣男奸女 最好锁死吧 怎么竟然敢骂我 我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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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儿女是父母的债 我欠你的上辈子已经拿命底 这辈子造的灭 该你自己受着 你没事吧 你快跑 啊 啊 放开我 啊 你干不死 啊 钱马上就到家 500万马上就到 你先帮我 你不是要先拿着 你干嘛是不是 我不敢我不敢 我妈今天一定会打钱给我的 对吧 你哥对对对 钱马上就到这 西文 听清楚我的 大老名说 你告诉老子 钱从哪儿来 那可是大力老子的500万呀 我对你都没有欠你钱 你有头 这样要住我 李贝贝 你可能没有人东西 爸 圣君集团 你当年都有办法拿得下来 这500万 对你来说肯定也不算是谁吗 你肯定有办法的 沈建辉这个烂狗鬼 哪有那本事 你神障碍死我 老娘真是吓一样 赶紧 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公 实话 够了你们 什么不去公司是我的 都能是骗你们的 爸 这么多年 你对我说了这么话 到底哪一句是真的 这么多年 全都是骗你的 你个臭牙骗子 也陪我为你划一个天啊 这么一个赔钱的臭牙子 你以为我会要你啊 要不是沈根姨 那全部是人家换你 你早就给我办了 爸你别说这些糊涂话 你以为这么多年 我为什么要进来呢 就是为了通过你 从沈军印那里送点牵活 我 你就这么些作用了 从来这么多年 一直爱我的 关心我的 是被我伤了一生的妈妈 原来 你就是个穷帮蛋 早知道这样 当初老娘就是打死也会干净 还有 当年沈军怡 让你觉得有一个好父亲 才不肯隐瞒这么久 当初 是我和他先出轨 才把他扫地出门的 哈哈哈哈 你还真是一个傻子呀 这么多年 我说什么你都听啊 哈哈哈哈 我自己不回 一个混蛋 爱的我母女绝恋 你给老大安慰你 要是你再吵吵 和我舌头给你割 为狗 黑哥 黑哥 你不是要钱吗 黑哥 不 我现在一万钱没有 但是你可以把它卖进窑子里 那就有钱了呀 黑哥 黑哥 你不是要钱吗 黑哥 不 我现在一万钱没有 但是你可以把它卖进窑子里 那就有钱了呀 黑哥 四哥道如意 我看行 这五百万 你要是还不上呀 呦 卖身还债 真是个东西 不行 残了我的孩子 你不能碰藏 这捧麦子 有个本意吗 把他们三个 打人残废 把房子收了 啊 让我给你把你移来去 不要 你再叫我 不要 不要 啊 你来 正好 嘿嘿嘿 为了还更好呗 再做 什么 林菲菲流产了 据侦探所报 她现在在一家不正备的会所里 接客人 林菲菲 这也是众叛经理的报额 也可 拜 另外 林建徽夫妻的平房 已经被拿去抵债了 现在两人留留街头 整个是齐头的声 秦宇那个混账的 林菲 你终于来揍我了 林菲 你还好吗 都会那个女人 林菲菲 你等我来这种地方 接客人 沈君怡这个贱人 我们能弄到这个地方 都是败他所赐的 敢杀了未出世的孩子 一定让他血沾血沉 我们走 秦宇那个混账呢 秦宇他 现在还不知所作 秦宇 不出我所料的话 你现在 应该有所行动 总裁 您这是什么意思 你今天务必盯紧我 放在地库的车 那辆黑色的车子 在监控死角拍不到 你一旦发现秦宇在上面动手脚 不要阻拦 拍下证据以后立刻报警 懂了吗 是 是 妈妈 小姐 小姐 总裁 是他硬闯进来的 我实在拦不住啊 前世的今日 他们合谋害死了 这一天 终究还是来了 妈 我终于见到你了 起来说吧 对不起妈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我 林杰慧一直都在骗我 把自己见了债 把我也要抓了钱 害得我 妈 现在已经不要我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也弄了死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我只有你了妈 母女断绝书 是你逼我钱的 我不是你妈 我现在 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妈 你不能不要我 一切都是我不懂事 我要什么都听你的 我要什么都听你的 一切都是我太少 我现在才明白 这种事怎么这样的好 我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不对 我 都是我的错 妈 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 我就打到你原谅我为止 我养了你二十年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的话是真是假吗 那我就陪你演完这一出戏吧 菲菲 不要打了 只要你是我的女儿 我所拥有的一切 都会是你的 你们 明白 妈以前都是我不懂事 我 我以前做了好多对你不好的事情 你可以再给我一起机会吗 好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吗 那你快把我的银行卡解封了吧 这东西就可折腾死我了 我要好好的捂捂身子 对了妈 你现在还在那条别墅住上吗 给我一把钥匙 然后让阿姨把我的旁边打扫清楚 我今天将搬进去住 哦 嗯 董 董 董秘书 你正好在这儿我想跟改查 你就去 中兴广场 商店街最旁边的那一家给我买 对了 中兴广场 开车来回少说要四十五 那就开车给我去买啊 作为我妈的秘书 就要给我妈跑腿 啊 快让她去给我买 上一世就是用同样的方法之子 然后趁我带你去吃饭的时候 让秦宇在车上动了手脚 你不是干嘛快去 你现在 是不是该饿了 要去吃饭 你怎么知道的 还是你最了解我了 哎呀 还真的有一点点饿了 妈妈 你现在忙不忙呀 哎呀算了算了 你带我去吃饭吧 我要去东江那家 不特别火的甜品店 他们家的千层蛋糕 特别好吃了 好 稍等我一下 我整理一下 晚上开会的事情 哎呀 节目就会 就要在那边 你不是说跟我吃饭不恶心吗 怎么今天还急上了 哎呀 我就是太想你了 你开家有这辆时间 我都没有跟你一起 好好吃过饭 所以这次见到你 我都别想跟你一起聚一下 好 谢谢妈妈 走吧 我们开车去 好吧 嗯 怎么了 妈 咱们是开这辆车去吗 对啊 有什么问题吗 妈 之前的那辆黑色奔驰呢 在地库的另一边 开什么车不都一样吗 妈 还记得之前上学的时候 你总是开那辆车借我上学放学的 同学们都特别的羡慕 你还会在副驾驶给我放好多好多的小零食 你还记得这些 我以为你早就抛之脑后了 我掏心掏肺了对你好 换来了什么 换你想尽一切办法要置我于死地 妈 妈 我们还是去做那辆黑色奔驰吧 既然我选择了回来 就要做你副驾驶上的小公主 你这么懂事 我很开心 好 我去看那辆黑色奔驰过了 好 这里是出口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喽 嗯 鱼哥 我们准备出发了 对对对 就是黑色奔驰 这我一定要让他们死 快吃吧 好 对了吗 咱们的车是不是存在 目前你这什么呀 对 你有东西往哪了吗 我帮你去哪 没有东西都在这 我只是觉得 这个城市 有点自从伤识 我们好久都没有做来 一起好好吃 自曾相识 可我是真真切切的经历 上一世 原以为你真的回心转移 推掉一切工作 带你来吃饭 可没想到 这一顿饭 是你为我布置的陷阱 这会儿秦宇 应该就在楼下 对我的车动手脚了 您猜得没错 秦宇竟然真的在您的车上 好像是正在 卸掉您的刹车装置 我正在录像 也已经报过箭了 嗯 好 妈妈是等着给你打的电话吗 那他找你在哪 还不是因为你 因为我的时间 您的岛 中心广场那么远 您让他去那买奶茶 他到点理之后 发现你要的那一款 没有 懂灭屋真是的 这么少一点的事情 还要上你汇报 我忘了 管掉 妈妈 我们回家吧 你还真是迫不及待 嗯 走 妈 我跟老师说明天去 他说要让我过去填资料 那我开车走 好 那你先上车我一会打车去 我看你上车我再走 好 嗯 天生的坏种 无论再怎么努力 也终究无济于事 雷飞飞 所有的账 是时候签算 这个女人终于要死 这下 她所有的财产都是我 嗯 鱼哥 你看见了吗 她真的出事了 哎 这车里人吗 被救护车拉走了呗 哎 浑身都是伤 拉走的时候一动都不动 怕是凶多吉少了 鱼哥 你听见了吗 她真的死了 我们有钱了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 没死完 你就那么期盼着我 我早点去死了 你看 这儿没死 你们没死 你 你们干干什么 不是我干的 是她 都是她送的我 你们抓 你们抓她 我不想在你去罗班了 这就是证据 那不可能 你应该 应该半死不活地躺在医院里 期待你来看我最后一面吗 林菲菲 你以为我还会试图挽回你那颗坏掉的心 你以为你这些肮脏的伎俩 还能再害死我一次吗 放开我 都是你的错 都怪你 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惩戒我 沈俊宇 你赢了 都是我的 你死了 都是我的 前一世 我以母亲之名将自己裹挟 为了女儿耗尽半身心血 换来的 却是自己深受其害 丢了性命 可我生而为人 这一世 也该为自己而活